随着特金会即将在下个月12号在新加坡登场 两名澳洲和美国籍专业模仿者 星期天也特别乔装一番 打扮成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过后一起现身香港澳门闹事 吸引路人的目光 更有人上前要求拍照 期间两国领袖一度牵手逛街 引起一阵小高潮 两人越玩越起劲 随后更上演闹不合的戏码 让民众游客不亦乐乎 中央的尼克里面 在一样的角色 所以我认为 至少在四年 或八年 我认为 你的工作是成功的 而且我 是 我认为 是 我认为 我认为 20,30年 所以 我认为 这是一个很好的投资 是 这些人 这些人 两大 世界上 最有权利的国家 跟之前 一直在世界上 捣乱的一个国家 那他们要握手 言和的话 这对世界都是个好事 对 然后 希望他们 能够在 新加坡会面 有一个 良好的一个 对世界上 有一个 和平的一个贡献 金正恩 模仿者 哈沃德表示 他在过去一年内 就靠模仿名人 赚取超过4万美元 将近16万令吉的丰厚收入 因此打趣地说 只要这一名狂人领导人 还在位 就能够保住他的饭碗 以前没有広 实际 背影 尊敬